還不錯一個選擇當然除了你剛剛提到的 他要見力量的反差 因為畢竟他被質疑的就是他權貴的形象 那跟庶民是不是能夠做一個很好的結合 當然還有他們在地的連結 不過不可諱言的連線文當然也想透過 剛剛我們提到這幾個 進行他的這個整個選戰的佈局 但是呢他還會同時宣布 就是他政策的願景要開發西區 讓東西去能夠平衡發展 這些話想必很多台北人聽的都不陌生 因為圓環可以被視為 我們剛剛都提到了前後任市長 大家會覺得說 馬總統他以前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曾經說過要軸線翻轉 也沒有成功 郝龍斌也被視為說 建成元環也是他的敗機之一 你怎麼看你覺得 任聖文現在不擔心嗎 他用什麼心態跟方式 要去面對這樣的之一 其實我們今天了解到 就是說連聖文 就是說我們私下有了解 他們現在選戰佈局的情況 基本上初選 他們不是非常的擔心 就是說他們在初選佈局上面 不能講隨便 但是就是說 他們是比較平常心 在看這件事情 所以他現在選在建成元環 但是將來他主打的這個項目 因為我們知道 那個選舉是一步一步的來 現階段的話 他們可能就是說 以訴諸他們整個的 民眾的支持為主 就是說訴諸黨內的支持為主 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他其實競選主軸 在這個初選的接關 其實是不會出來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談說 就是說有沒有那種 脫馬英九的褲子 捅他一刀的那種感覺 就是說我覺得 我覺得在心理上面當然有啦 但是我覺得是不是也會 讓大家覺得說 是不是會想太多或是怎樣 而且我覺得 因為大家都會關注說 連家跟馬總統 是不是有些某種程度上的心結 而且不只是在西區圓環這件事情 我覺得現在大家揣測最多的是 之前有一個消息 而且應該也就是他了 就是他的發言人 但是現在還是游子祥 就是世信大學的那個教授 過去也是馬總統很重要的 過去是馬總統很重要的幕僚 但是後來我們以前跑過市府 我們知道就是說 還是有一段恩恩恩恩恩在裡面 對於馬團隊來說 然後游子祥自己跟馬團隊 可能也有一些心結什麼之類的 像這個人選出來的話 我們其實記者圈就在講 這個是不是要跟馬那邊決裂 或是宣戰什麼之類 或是示威 就是所以找了這樣的人 我認為這個當然是 當然是有一點點這樣子的感覺 但是我覺得不會強到說真的 因為畢竟台北市長選戰非常重要 連勝文也知道 所以說前幾任 其實馬英九在那邊當了八年的市長 兩任八年的市長 就是百足之叢死而不僵 就是你不可能就是他將來 他的人脈什麼都沒有 所以連勝文將來在這個尺度上 尺度的拿捏 一定是非常的小心 我認為比如說像最近我們看到 就是連勝文已經不斷的 在釋出一些和解的信息 比如說去美國去漸進補充 或者是說他的子弟兵 在馬英九去指南宮的時候 只有他的子弟兵徐鴻廷到場去 其他連馬的嫡系的都沒有人到 我覺得那是一個很誇張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他其實有慢慢在釋出一些 就是說跟馬和解的那個感覺 就是說但是在這個同時 我還是要強調 就是連勝文他根本上認為 自己跟馬是不一樣的人 我們認為他跟馬是不一樣 他認為自己不是 雖然感覺是高高 雖然他有權貴的形象 但是他自己認為 他自己的感覺 並不是這麼的高高在上 他認為自己是一個比較就是說 務實踏實的人 而且是有實務經驗 他不是像是一開始就在政壇 裡面打拚的人 所以他認為說 在這些情況之下 他認為是可以跟馬的團隊 做一些區隔 我認為這也是他策略上的一個考量